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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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让我看了一场好戏 真是让人感动 简直让人落泪啊 对吧 我 你终于得到新了 所谓的…… 优伟之心 哈哈哈哈哈哈uuuu这个 放射 什么也没用了 不 你不是还有我们远古猎神团吗 真的吗 太高兴了 要是你能回来肯定能帮上大忙 没错 战斗力增强了敌人也变上了 简直是一杀鸟 这不代表我们原谅你的欺骗 小心被他听见了 不是要说装作朋友吗 没错没错 美好的友情 这就是友情的真面目 你想干什么 金姑 我饶不了你 饶不了你 金姑 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敢愚弄希腊猎神的眼泪 愚弄我们远古猎神团成员的友情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希腊猎神 没事 爱琪猎神 我从你们那里获得的心 是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受伤的 真的谢谢你们 没错 金姑 你创造的远古猎神团 已经脱离了你的魔爪 再也没有人能破坏我们的友情了 来吧 波术师 别刀腾这些小把戏 用力量来对决吧 哈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 再见了 远古猎神团 嗨 各位 我们也帮忙 没用的 即使你们加入 剩下的三个猎鱼钢爪也会向你们发起攻击 可恶 该怎么办才好 金姑 你以为我还没看穿你的把戏吗 这七个金姑都是假的 聂风 真正的在正上方 收到 好 既然知道哪个是真身 那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真身 真身 我可不是真身 那是 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我吧 我们被禁锢笼罩了 这 这 这究竟 欢迎来到虚空牢狱 虚空牢狱 虚空牢狱 希腊脸神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我只知道金姑是混沌创造的 是跟我相对的存在 相对的存在 没错 你跟我就是表和礼 就像混沌和潘多拉一样无我 我出现的时候 禁锢已经存在了 禁锢的事我不是很清楚 没错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清楚 你一直在追求 想要填满你那干渴的心 不过 真正干渴的人是我 我们分裂一族 是混沌大人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创造的 一个是你 我 你是一个只有身体 没有心的存在 另一个是我 我是一个只有心 没有身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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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没错 你们现在是被关在我的心里 我的精神里面 禁锢竟然有这样一个秘密 很惊讶吧 巫我 到现在 你也没想过 我们为什么没被赋予心和身体 一次也没想过 太干渴了 没有心的你根本没注意到 混沌大人之所以不赋予我们心和身体 就是要我们对他有所渴望 为了得到心和身体 什么都会干 啊 混沌竟然打着这样的算盘 可我发现了 很可笑吧 只有心的我 发现了混沌大人 那丑恶的想法 原来 禁锢也是混沌实行计划的受害者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什么 你们一定觉得我是很可怜吧 真是愚蠢至极 我是笑着发现这个事实的 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多么伟大的混沌大人 你居然高兴 没错 难道不是吗 心这个东西 里面最美好的不是友情 挂念和牵绊 而是 恨恨 欲望和愤怒 是邪恶的意念 什么 从混沌大人那里 我获得了最高级的邪念 这是最高级的心 什么 禁锢是一个完全信奉邪恶的人 伟大的混沌大人 会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想想都无比兴奋 我们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我们不会把地球交到你这样的人手上 不会交给我这样的人 哈哈哈 我这样的人 哈哈哈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呢 炎黄猎猎神 直到如今我就告诉你吧 我创立远古猎神团的个人目的 个人目的 什么 哇哇哇哦 按照混沌大人的计划 无论怎么样你们都逃不过被牺牲的命运 既然这样 那你们的身体就没有用了 于是 我们就选取了适合我身体 又拥有消灭人类这股邪念的人 哈哈哈 我们拥有邪念 现在当然没有 但你们不是曾经想毁灭人类吗 难道你敢否认 可恶 我们是为了使命 特别是你 炎黄猎神 你真的非常不错 印度猎神 伊甸猎神 其他人被叶峰他动摇的时候 你毁灭人类的想法 一点都没变 炎黄猎神 炎黄猎神 你拥有牵定邪念的身体 最适合我了 没错 我的确 曾经想毁灭人类 你刚才说的都是事实 哈哈哈 不过 叶峰已经让我认识到 那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 他还告诉我们远古猎神团 人类虽然在犯错 但也已经在不断努力改正 所以为了弥补过世 我们远古猎神团也会跟你作战 这是我们弥补错误的机会 哈哈哈 你说什么呢 那不是错误 管他人类还是地球 只要能满足我的欲望 赐予我身体 我什么都无所谓 哎 发射 发射 乾坤火轮 啊 啊 careerод 行иса 啊 有吗 他才矮 他会发射 谁啊 哎呀 你怎么知 他 espere 你不计烧是他吗 凤凰火鱼 那是快打 不 狂攻 攻 攻击怎么能这么快速而又密集 竟然这样 什么 这下实力差距很明显了吧 乾坤火轮的凤凰火雨被破解了 这就是炼狱钢爪的实力 虽然对付碧灵圣枪那样的持久性需要点时间 但你 炎黄猎神 你的乾坤火轮跟我的炼狱钢爪 其实很合得来 很合得来 没错 我的炼狱钢爪是专门针对猛攻而特别强化过的防御型 所以面对像乾坤火轮这样的攻击点多 擅长连续强力攻击的猎神陀螺 他能利用重量和攻击环上的结构 将攻击完全还给对手 这下糟了 乾坤火轮最大的特点被封杀了 虽然很无情 但我还是要收拾你 既然这样 乾坤火轮 你 啊 啊 居然 居然落空了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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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乾坤火轮擅长持久战 原来如此 烈狱钢爪重量大 持久力不足 所以乾坤火轮可以用空转的中轴接住攻击等待烈狱钢爪停下来 哦 原来是这样 他那副鸟脸怎么又靠近了 哈哈哈哈 你猜到了吧 究竟你们还有多少时间呢 什么 哈哈哈哈 这不是假面具在靠近 还是空间在变窄 啊 什么 我说过了吧 这里是虚空牢狱 被操纵的木偶牢狱 看来是时候要收拾一下这些没用的木偶了 难道 没错 你们要是浪费时间等炎黄猎神获胜 那就会被这个时空加贬 不敢 一定要做点什么 大家赶紧用精灵力量在这个空间开一个洞吧 哼 哼 嘿 呀 可恶 没用的 不管你们在里面怎么用力都不可能从这里逃出去 那就只有将你打败 让这个空间消失了 乾坤火轮 啊 用精灵力量提升了转速和能量 啊 既然这样 嘿嘿 练狱刚爪 啊 那是 玄伏环 来吧 终招秀开始了 可恶 虽然见识过几次 还是对我的玄伏环很吃惊吧 这个没有任何破绽的玄伏环一直都在保护着我的陀螺 可恶 没有多少时间了 是时候收拾这些可怜的牵线木偶了 牵线木偶 这么下去就完了 一风 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禁锢说 从里面攻击 是没办法逃出去的 那要是从外面攻击的话 说不定就能打破了 从外面攻击 有了 你们别担心 炎黄猎神 乾坤火轮 还想吹死挣扎吗 炎黄猎神 毁掉你的身体真可惜 不过再见了 哈哈哈哈 现在用空转的中轴来挡有什么用 嗯 电 电流 什么 旋浮环原来只是用线跟中轴连接起来的 它所谓的旋浮环 就是用线跟中轴连在一起的 平时利用离心力保持陀螺稳定 要是反转攻击环 就能卸掉对手的攻击 我说的没错吧 禁锢 可恶 说的没错 可是禁锢 你那操控人偶的线被我发现了 把戏也被揭穿了 那又怎么样 你们还是会被空间压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乾坤火轮 精灵乾坤火轮 神龙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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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空间里出来了 我们真的逃出来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炎黄炼神 凤凰烈火召唤了神龙 我用寄宿在乾坤火轮宝石里的力量 召唤出了神龙 原来是这样 神龙不是从陀螺里面出来的 而是从外面来的 没错 所以神龙能从外面打破虚空牢狱 飞向乾坤火轮 你太厉害了 炎黄炼神 炎黄炼神 不过 原来是这样 真正的 没必要这么杀气腾腾的 不是已经决出胜负了吗 你们看 怎么会这样 炎黄猎神输了 为了打破那个空间 我不得不向神龙寻求力量 可是 要控制那么强大的雷击 是很困难的 大雷打在乾坤火轮和炼狱钢爪之间 没错 炼狱钢爪利用旋服环 缓冲了冲击 所以保住了旋转力 怎么会这样 虽然赢了 但是没收拾掉你们 真是太可惜太失败了 下次就轮到收拾这个风轮阵了 张开张开张开 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梦想的天地中间请翱翔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友情的世界中绽放着光 过去寂寂寞 过去寂寞路上 黑夜没有月光 一个人偶尔会迷失方向 现在有你作伴 给我新的勇敢 附下一个人的孤单去流浪 让勇气在战斗之中释放 让信任在精力之中成长 在你我的身上 持一致的力量 化作追逐梦想的翅膀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梦想的天地中尽情翱翔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友情的世界中绽放着光 那份温暖正在世上流传 陪着你我兵将乘风破浪 携手一起到达梦天堂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梦想的天地中尽情翱翔 张开张开张开追逐梦想的翅膀 在友情的世界中绽放着光 那份温暖正在世上流传 陪着你我兵将乘风破浪 接受一起到达梦天堂